农村人的日常 湖北入冬大降温 老妈又来打理她的菜园子 邻居给了点菜苗 老妈说要赶紧种起来 两只桶放了种菜的装备 去河里面打凉桶水 开始挖沟 下菜苗 再浇点水 挖第二条沟的同时 把第一条沟的菜埋起来 一点菜苗一会就种完了 今天的风呼呼的大 打霜后的南瓜藤都死完了 这里还有几个南瓜 赶紧都摘回家 都好了 带上装备回家了 我们的生蚝已经拿到了 大概有二十来个 然后本来今天叫大表哥也下来吃饭的 结果他去搞正事物赚钱去了 所以就没有时间过来 然后叫了另外一个朋友 我们的雷总也过来一起吃一下 先把这个清洗一下啊 剥好洗干净的大蒜 放里面我们准备做这个蒜蓉酱 洗两个小米辣 蒜蓉辣酱起锅 烫炭放进去 这个都已经处理干净了啊 一百二十块钱 十斤生蚝 二十一个 我们准备开烤了 走到那盘 今天找到那个小火 来一百多斤 还是我们这个蚝刀给的 十斤 把这个敲断了 你还能轻轻拌 一百多斤 第一个跟我们都找不到 第一个就打开 这个怎么找这个缝隙啊 有谁知道的 怎么找这个缝隙 总是找不着这个缝隙 你托进去 把这个边上全都敲 是吗 不是 不是一层一层 你都不掉了一层 炒到进去 小心 一整井 一整井 要这气有什么 什么东西 还是 我有点 来吧 好 生蚝叉 有点姜 可以的 做什么刚好 烤起来 哎呀这个可以 哎呀这个可以 已经冒泡了 咕噜咕噜噜的 倒一点生蚝 炒点蒜蓉 宝宝 你想吃一个 不吃一个 不吃 来 来一个 我老爸不喜欢吃这些东西 我老爸都不喜欢吃海鲜 试一下你的声音 你尝一尝 看着味道怎么样 好香 好香 你想取个来的咖喱吗 撒他那儿去 咖喱的咖喱里 撒他那儿的西线 那好西线 那咋好西线 熟了熟了 早就熟了 看那猪在那 哇 你看那 要开花 要到这种 哇 油出来了 来 也听了 我吃这个得了 我要尝尝 生蚝肯定要配着老米酒 先放这上面可以热一下 热的喝好 可以来来来 终于人到我了 嗯 嗯 這個剛剛好 還火候 嗯 好冷啊 像動物老一樣 這個 這個算容易是不是 你看 嗯 頭的口 這個你幾個 咱們幾個 不算是 你瞧了這個 也餓不起那麼香 嘿嘿嘿 那一顆